买的七房烂尾了 眼看着交楼遥遥无期 还需要每个月还月工 于是有的业主集体提出停贷 近日 多份楼盘业主强制停贷的公告流传网络 一些媒体更是开始扇音风 称惺惺之火开始蔓延 据了解 目前同时爆出的业主 强制停贷的楼盘至少有14个 设计4.6万名业主 走房款347亿 妥妥的又一个河南某某事件 有意思的是 这次出头的楼盘不少也是河南的 其中恒大的楼盘占比较大 媒体拱火的原因只有一个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事情 甚至希望影响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 这个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目前 公认的世界三大泡沫为美股 日债 中国房地产 这三个随便一个都是几十万亿的雷 哪个宪报都会是一次08年次贷危机重演 甚至情况更糟 就拿日债来讲 目前总额9.5万亿每刀 约合人民币60万亿 统计中国国债总额仅为不到7000亿人民币 安倍经济学就是为了防止国债不爆雷而不断印钱 但是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相关分析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 链接放在评论区 对于目前的岸田政府来讲 同样要面临如何拆雷的问题 虽然中国国债数据看上去很完美 但是房地产行业就不容乐观 等级和日本国债不相上下 咱也别五十步笑百步 据2021年底的数据 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约为450万亿人民币 这个规模的泡沫有多大呢 我们从下面一组数字可以判断 目前公认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为2.6 中国的城镇房价收入比普遍在6以上 一线城市更是达到了10至20的水平 对于房价多少才合理 我们这里不做结论 只说现实 现在国内的专家们立场是很分裂的 一派认为应该继续放水保房价 另一派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 投到加速产业升级上 对于继续放水搞大水漫灌 其实就是安倍经济学的翻版 这么干虽然可以让目前的经济模式对以虚秘 但是问题也是明显的 一来 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 相关行业的大佬们 每天就闭着眼睛等银行发钱 然后继续圈地继续盖楼套现 这样的结果导致房子遍地 吸干了社会几乎的所有资源 二来 其他行业不愿创新 不愿投入 因为房地产这么大一个坑在洗血 其他行业根本没有益出效应的预期空间 而对于产业升级 也是我们现在倡导的新能源战略 造车新势力 信息 空间产业的崛起 目前这些领域虽然也面临困难 但是只要坚持下去 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顶梁柱 但是针头还是有的 比如一些烂尾楼的出现 对于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不要被人带节奏了 防住不吵 这个大战略必须坚定维护 据悉 对于这次强制停贷 业主们主要的诉求 也不是想解除购房合同 而是希望以此倒闭 开发商尽快复工 要么就退还以付款 事实上 如果开发商能复工 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 就怕有些人投机取巧 看到形势不对就卷钱跑路了 对于这些人 国家应该严肃处理意境效尤 感谢收看量子派和新潮计划 我们下期见